回到10時42分 今早村長和阿蕊帶大家去濕地的街市 偶爾是越近海邊就會有這些奇境 一拌一拌這些魚可能會大網上來 分了這些都沒有人買 你喜歡拿走就拿走就拿走 有時候你會看見排了兩條 小小的那些死的那些鯊魚就放在那裡 喜歡買就買,多少錢就買給你了 海豚也有,古形精怪的魚也有 那些樣子很可怕 你沒見過的 當然我們長大了 也感謝一位在家居士 我用這樣來形容他 叫做在家居士 他們聽過節目之後 詩浩說你們解釋得很好 一般這些是湯、湯魚、湯狗的人 為什麼你走上去買呢 你說放生鯊要貴一點 是樓蘭嗎? 不是樓蘭 他說原來在他們的角度來講 他們很害怕 他們如果賣給你 你陳彥恆是賣狗出來的 然後我是買來吃的 那叫共業 大家分了那個業障 哦哦哦 你不買來吃 他不用做這件事 是啊 我滿足你的需要 我才這樣做給你吃 所以叫共業 OK 共業 他說為什麼呢 你說明明我來放生的 那就是一個業全歸他 他就當然了 喂大哥你 你玩東西啊 抱歉他啦 明知自己正在做業 還在歸什麼歸馬 這麼怕那些業全歸他 你又不要做啦 做得你又不要怕自己承受那個業 是不是啊 他們這些都害怕的嗎 怕你又不要湯狗 怕你又不要殺 他們都害怕的 他們都害怕自己家人有事 不是 所以你這樣說放生 那些業要存歸他 他一定要拿到很貴的 是啊 我沒想過這些大賊都會怕這些 是啊 也不要這樣說 也不要這樣說 那如果人家賣魚那些 那可能他真的是漁民來的 是啊 他沒辦法 從小到大他都會用這種行業去養活自己家人 沒辦法 這是乳生俱來他要做這個行業 是 所以我就說對的 他說你反而跟他同路人 你買了之後放走他就算了 就跟他說有這麼遠你走這麼遠 不要再被人捉回 就是 他要答應 你放他之前我就要答應我 游快點 游遠點 我上次都有 我倒過那條沙魚的時候 不要再被人捉到 游出大海 有這麼遠 我幫你不倒了 你再被人捉回 我未必下次有機會 下次來的時候 可能是三個月之後 我才來吃齋 我看你不倒了 下次救了這些魚 你就叫海洋公魚 不要 那些什麼保護 不要 我告訴你信不信他不要 那就是上次有個雲石狐狸 你也說不要 他這些街市的沙魚 他不要了 他看不起是嗎 不是他看不起 傻丫頭 不是他看不起 他拿回去 慢慢驗他有沒有菌 有沒有毒 還搞得很久 他弄得很乾 還要死 連自己已經睡不好 都死了 多得你不少 你這樣真是貢業 那這裡說 街市買這些 我小時候看到 甚至金魚街的 獅子魚 我現在很癢 我真的告訴你 你這些一定要天光 天都未光 你就要去 還有那些漁民 是要這樣上艇 你立即跟他們買 現在會買得很貴 他們撈上來就立即 很好吃 這些叫海魚 他們沒什麼所謂 他們撈到什麼 就買什麼給你 對他們來說 他們是不理那麼多 他們的網 還有他們說 都半死了 你放那些沒用 他跟你說 沒用了 其實也是的 有些基本上都已經死了 不過有些雪又冰著他 又新生新鮮 又賣了他 他們都沒辦法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這是他們的行業 我覺得他們是 他們預生俱來的一個行業 我也尊敬他們的工作 唯有你見到就救一下 見到就買一下 見到就放一下 沒死完就放下去 這個也是那條魚的緣分 他遇到我 而我又可以救到他的 這是緣分 或者他沒有的 我今天不是那頭 剛剛被人之前買了 也沒有緣分 你看了那兩條 就是大白山林健明 明姐 好了 接著就說 你說這些街市檔 我們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魚 如果假設李荔銳 買回去 多少錢 40元給你 太好了 我真的很喜歡 你問我們 我到今時今日 你問我那碗魚的名字 懂不懂 我想我有些懂 有些都不懂 大部分都不懂 尤其是那些一碗 古靈精怪 包羅萬有 不懂 唯獨是 我在金魚埔見過 這個叫獅子魚 唯獨是懂這些 檸檬王 也有 還有一條 斑馬 也有 好像這件衣服 白色黑色 也有 那些水族館也有 水族館也有 那些小條一點 漂亮一點 那些已經死了 大條了一點 好彩的就去水族館 不幸的就去金魚街 再不幸的就去這個盤子 只有屍 好彩 遇到放生人放大方 看他很幸運 看他很幸運 這也是他的命水 你買了一盤這些 就是你的魚 40元給你 謝謝 可以多買一盤 然後他男朋友 就說今天 阿薏買了一盤魚 拍照在這裏洗 湯 就放上網 一定會 偶爾告訴大家 日常生活 今天有些好東西 然後就說 今天他買這些 很甜 好了 完了 他放上網 怎麼隔了 四天之後 開門 誰 誰可以的 開門 公安 公安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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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當然要開 什麼事 阿Sir 什麼事 我們是東九龍 什麼 什麼幫版 什麼幫版 什麼 什麼事 阿Sir 你殺害 貧林絕種動物 神經 什麼時候 哪有 哪有 哪一隻 我欣斯坦 沒有殺害他 我欣斯坦 你殺了快 你記不記得 你三天之前 放些魚上網 三天之前 放些魚上網 我男朋友有放的 是啊 我買的是 你買的 你吃了 我在碼頭買 吃了 吃了 OK Colin 進來 你男朋友跟你說 你男朋友跟你說 亂碼 我又 回頭 大結束了 主犯和貢犯 一起和我拿走 怎麼搞錯 吃魚都要拉 哪條條例 因為真的發生了 真的發生了 他真的這樣賣 不可能 他買得給我的 怎麼會貧林絕種 如果貧林絕種 他都不會捉到 貧林絕種 他罵上來 貧林絕種 怎麼會捉到 你已經沒什麼 當然如果那條 他都被他罵上來 那麼扯 那我真是洗賴 而且他應該不釋貨 他釋貨應該升高一點的價錢 就是貧林絕種 搞錯哪條 我吃了很多條 四萬一條 那六條 那六條魚 就是國家二級貧危絕種生物 不是 這樣都被他罵了 但我不知道 是他賣給我四十元 我不知道你怎麼賣回來 但因為你放上去 又有人投訴 有一個西安陳彥騰說你吃 我都知道他恨我了 我沒想過 最壞的是吃都不願我 你吃嗎 國家二級貧危絕種動物 哦 那不知道 不知這不知 是啊 你都說 就算我們去魚檔 叫他逐條逐條魚告訴我 問他叫做什麼名字 我問完之後 我那時候都不記得了 我怎麼會知道他叫做什麼名字 我怎麼知道他是貧林絕種 這樣 老友 因為這個事主是怎樣呢 他就是這樣 他買了一碗魚回來 他就洗 那整段片是怎樣呢 他一直笑他老公 他老公好日都不煮阿飯 哦 他老公就是洗那些魚 就是洗 其實整條片是講他老公 就是講他老公 我老公 兩口子很開心 好日都不煮阿飯 你看雞手鴨腳 你看一條魚都洗了這麼久 其實拍這些是常生活片的 有眼淚的人 就看到他的鴨魚 真的是中國國家二級保護瓶藝物種 就是叫黃魚 黃魚 黃魚 但他的樣子會不會是很特別的 會不會經常見到的 怎樣形容呢 就是這樣 黃魚就是三點水加黃上的黃字 三點水加黃上的黃字 黃魚 黃魚就是怎樣呢 就是外形就是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叫錦鯉 有 錦鯉 錦鯉有顏色 有鱗鱗 有一點點 像鯉魚 他就是沒有顏色和沒有鱗 沒有顏色和沒有鱗 沒有顏色和沒有鱗鱗 那就是鯉魚 對 他跟鯉魚 他的名字有個簡稱叫裸鯉 裸鯉 裸鯉名三次 裸了體的鯉魚 因為沒有鯉 裸鯉 裸鯉魚 我想問 裸鯉魚 裸鯉有很多種的 有時你會看到整條是橙色的 有時是白色的 有些是三元色的 你會看到有白色 然後頭上有黑色的 裸鯉是甚麼顏色 裸鯉就是灰色 而肚子是白色 又或者是黃灰色的肚子是白色 阿sir 如果是這樣 你妄想就像鯉魚 是 是像鯉魚 不過鯉魚又鱗 鯉魚又鱗 鯉魚又鱗 它是沒有鱗魚的 沒有鱗魚 完全沒有鱗魚 光滑滑一條 它有個簡稱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做黃魚 又或者叫做裸鯉 裸就是裸體的裸 即是它脫掉衣服 脫掉衣服的鯉魚 這叫裸鯉 原來這種裸鯉 是一種青海湖的特產 也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貧危絕種 屬於中國的鯉魚科 有些人會統稱它為 青海湖裸鯉 也是貧危絕種的動物 就是那段片 你拍在那裏吃 頭上掉了 �도生意 分屍殺生滋亡 誰會知道 цXM 好誰會留意你們的鯉魚 就是不受保護的 是的 其實 immigration 可能有些都像我這樣 abort 你只看見他新鮮 適合得最後錢 那就買了 但你告訴他 你的網蝠身 不能個人不知道 他說你沒什麼 不可以說 我看到有隻黑白 Dire formul 在我前面,我把繩子勒死了,我就戳牠回來吃 那是紅貓,你不能說不知道 我以為是叉嘴,叉嘴跟牠上了黑白色 因為試過有的,新年嘛 有條將那些狗染得像那些紅貓拖出街 現在這對夫婦要面臨三年的有期同應 不是吧,我覺得有少少要為牠們 要拘捕那些你又不拘捕,不拘捕那些你又跑來拘捕 說真的,如果牠真的知道自己在吃貧銀著針 牠不會拍片放上網,第一 第二,我想有很多普通市民,如果你是去買東西 你只不過是要相信,賣魚給你那個人 那我沒有可能的就是自己,40元買兜魚回來就要被人拘捕吧 我一定是不知道 整天撈魚的人,什麼魚沒見過 連牠都不知道 牠賣給我,為什麼牠又不用拘捕呢 牠販賣那些貧危絕種的魚 牠先拘捕,先拘捕,你去回店裡 牠賣給我 那就是貢業了 然後又拘捕了魚 最近在國內也有人種了 因為容易種的,很難分的 深海大黃魚,跟我們小時候吃的黃花魚很像 很像的,很像的,很像的,很像的 差不多八成這樣 但是你吃了那種,深海那種是貧危絕種的 是要拘捕的 但是你平時的黃花魚,我們來蒸的那種又沒有笑 黃花魚很常常都買到 所以就要認知,那樣東西究竟是貧危絕種 貧危絕種它下了,陳彥恒經常罵我們中國 沒有保護動物 現在人家保護動物,你又說要不要那麼嚴重 要保護那些不保護,不保護那些就走來保護 這些東西都掉轉了 它是用在中國的數量來計算的 就是等於以前 以前有些青藏,有些西藏人都覺得很不公平 神經病,有病的 我從小到大都這樣湯的 我來積冷衣的 現在又說什麼高原寧陽不湯 因為他們的數量少就不湯 因為他們湯得很多 現在到現在就開始要保護 要撞領羊 是山上的那些 你問我,他們的阿馬,他們的爺爺都湯 現在不能湯,為什麼要罰他們呢? 不能湯,你們哪個湯就要坐牢 那他們說,算了,算了,不要湯了 一定要受罰,你才能保護到他們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應該要這樣 在各個魚檔那裡,好像海關一樣 貼了出來 哪些魚? 你給我更新一下 如果是的話,你真是你公安 你給我更新一下 究竟這一期有哪些是不能賣的? 我看見到,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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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元都沒有 這些賣給的,梁師傅放生 這樣就說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定要所有貧危絕種的 都麻煩你們弄得自己很出名 如果你說,熊貓,如果我專門要這樣 就湯出來賣,我該死了 人都知道它是國寶 但你現在普通的這條鯉魚 尤其是你現在這些,拿你命三千 我一定拿去薑蔥屈它 我怎知道 這些魚,說真的,已經熟了 都不是很過分的 很平凡 你自己也說過,石頭魚剪掉了 六角大風箱 就是石狗公人養 所以就問,知識 我經常都說 為何要聽大家的政策書 或者為何要聽這麼多的資訊 知識是一種無限的力量 對的 知識是一種無限的力量 總之以後見到有一條鯉魚 沒有鱗的,你就不要碰它 沒有鱗的,但是鯉魚一模一樣的 肚子是白色的 沒有鱗,沒有斑紋的 肚子是白色的,這種叫黃魚 是國家二級的保護動物 我真的很害怕,因為我很喜歡吃薑蔥 誤你魚 我真的誤你了 這次這個無妄之災有機會被判三年監禁 嘩,不是吧? 真的沒有陰功了 左鑑 要判那些不判 真的 不不不,因為他最慘的是那條片 那條片有實質證據 最慘的是這樣 我以後這些東西我不會上載的 不好意思 我叫你男朋友後援會 盡量多拍一些 經常在街市買這些奇形怪狀的東西 對的 到時我拘捕你後援會的會長 到時你連後援會的會長都沒有了 你是貢業啊 大家分享一下 資料來源自國內的新聞 那些頭條就是 他在街市買了一口魚回來之後 被人拘捕了坐牢